今天打开手机 满屏的哥哥 好帅 好青春 哥哥今天卡点发薄了 虽说是商务的 但是也是给人一种拍了大片的感觉 除了卡点 还有在视频里的最后那一个紫圈红圈 那么的明显 就喜欢哥哥这种隐隐的秀恩爱 知道我们大家好细节堂着口 哈哈 一盏韩拳 一盏 哈哈我魔正了 哥哥从3月30号到现在 除了有一场直播还是录播播出以外 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护具做得很到位 不愧是准家属 你看上次小事发薄还是一个傲 还卡点长久站傲 最近俩家用这个时间卡点挺多 巧合吧 哈哈 妹妹卖成欢播得真好 巧了不是3133张照片 还有对上哥哥经典语录为仨子 分手总在下雨天 还有妹妹喝酒那次 有人喊让顾未抓哈哈 哥哥还穿着宝羽绒服 厉害 你说是不是和哥哥平常说顺嘴了呢 看到这张照片 哥哥的代言 这双眼睛好美 让我想起妹妹前几天刚刚官宣的新代言 凉白开 那你说怎么那么巧 怎么那么巧 她怎么就那么巧 看看这两双眼睛 妹妹发薄 失误了吧 是不是本来想卡三菱发 哈哈 昨天妹妹一条采访 透露出一些信息 有家人的陪伴 有爱的人 有自己的朋友 看了这个突然明白 是不是圈里人都知道 哥哥与妹妹 是一对儿 点开新华社 这个里面是配的哥哥的专属歌曲 一看好巧啊 这不是顾位的妈妈吗 恭喜哥哥又一个全球代言 依然卡点1010 还是视频里少不了子 好显眼 今天妹妹卡点发布这照片儿 这感觉怎么都居中呢 哥哥可是最喜欢居中的 越来越像 重要的是下面的卡点 妹妹卡在下午15点发薄 发抖 太有心 既是6又是3 大家还记得去年的今天吗 有一条消息高化热搜榜 就是一个司机和一辆车 哥哥和妹妹的专用 那天这俩人可是没有一个出来辟谣的 明白了吗 这几天被他俩的糖田的幸福 妹妹感觉就是已经告诉我们了 有爱的人 不知道什么情况的 可以看看上几条视频 恋爱了就是想分享出来 这些天成欢季大家都看了吧 一夜成明越来越火爆 哥哥是不是坐不住了 借着鼓语发薄来表示自己的心情 三个十九 想起什么了吗 哎呀喂 你看看我又看到了什么 你说巧不巧 俩人都走心了吧 只有心里有彼此的人 才能记得住你说的每一句话 每个动作 看看到底还是娘家人知道的多 也忍不住再分享吧 在剧组哥哥请客了 用桃子味儿摆了个心 哥哥肯定也是追着成欢季呢 笑醋坛子笑丁丁可不是白叫的 妹妹剧中吻戏来了 一夜成明 哥哥这不就发薄套子的制作工艺 烤火 电锯 刀 等等哈哈 给我感觉醋坛子翻了 这俩人是不是老有感觉了 很有港风的味儿 越来越被童话了 今天是哥哥光点四周年了 时间好快 谈恋爱就要穿牛仔衣 前几天哥哥妹妹已经给了很多的糖了 现在又专注搞事业 不过要记得再来撒点糖呀 因为我们爱看 大家可还记得去年这张照片 哥哥衣服皱皱的上了飞机就入睡了 哦 当时还差一点没赶上飞机 知道什么原因吗 可以翻看去年的视频 妹妹那几天也神隐着呢 哥哥如梦刚弄完 八卦一下 自行脑补吧 所以说他俩每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们CP粉是不会忘记的 哈哈 想想都幸福 去年26号 哥哥到上海以后 好像还是这个司机去接的呢 当时这个司机小火了一把呢 妹妹的成欢季收官了 真的不够看 沉浸在卖家的幸福之中 有欢乐有伤心 妹妹发小作文了 重要的是在妹妹收官这天 哥哥加小事替哥哥发薄了 你说巧不巧 卡点发的 照片霸总饭十足 让我想起这几天剧中的一夜成名哈哈 哥哥吃醋了吧 还有重要的是文案 居然和妹妹前段时间的文案相同 妹妹也给力 照片依旧三次排列 还有他俩的向阳儿生等等 这些都好明显 妹妹发薄了 照片总感觉留了一半位置 妹妹现在好用心 又出现了三 感觉你俩真的越来越傻傻的分不清 童话了 你看是不是 根本就分不清 成欢季又重新刷一遍 没办法 现在其他的剧还看不进去 这让我想起一个堂来 剧中送给妹妹的 居然是月亮上面有三颗星星 你说巧合不 还有啊 就是 剧中男主爬梯子 那集 俩人不是好的腻歪吗 哥哥那天还发了脖 满满的醋意 在哥哥照片里发现了剪刀还不止一把 你说巧不巧 是为了剪那个绳吧 剪得稀碎吧准备 你说他是巧合玄玄吗 生活当中怎能没点儿子呢 必须有子 好消息来了 哥哥妹妹值得纪念的日子又来了 大家还记得21年 五一哥哥失控的样子吗 喂撒子呢 因为要和妹妹聚餐了 在5月7号这天 他俩聚餐高挂热搜榜一天 接下来你看哥哥妹妹两小时发的文案 怎么感觉俩人又要聚了呢 一个奔赴浪漫心境 一个春日有约 上海啊 巧了不是 双顶流哈哈 妹妹的成欢季马上要收官了 用了向阳而生 我画的是一个太阳 希望不仅仅是我自己 然后所有人可以像太阳这样 向阳而生 仔细都来 使你最幸福 战务不胜 好运长相伴 战哥与姊妹在520的堂 多得让我们停不下来了 现在让我们用放大镜一点一点找 2024年5月14日 我们亲爱的战哥更新了微博 晒出了本尊的自拍图难不成又是最新的工作照 正当小编感到疑惑的时候 战哥工作室也更新了微博 晒出了同样衣物的照片 并说是一份库存照 小编翻找了一下 从祖上传下来的 有着30年历史的老黄历 这些照片正好就是2023年3月期间 战哥前去巴黎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看战哥都发了什么 一个写信的图标 战哥在写信到底是在给谁写信呢 小编偷偷地翻开了姊妹的社交账号 2023年10月 姊妹工作室发布的平台信息是 第一 你有姊妹寄来的一封信 我的天呀 你品你细细品连在一起仔细品 这是什么神仙互动呢 而且最关键的是姊妹拍摄的背景 竟然也是法国巴黎的公园 和战哥照片的背景是同一个公园 这这小编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要不要这么的猴田啊 同样的场地 同样的背景 一个写信 一个回信 这种巧妙的浪漫之川 我的心眼 甜的冒泡 今天妹妹也太美了 等等看我看到了什么 一样的地砖 还有一个字母一 你们说看不清 那放大给你看看 来看看哥哥的同款地砖 再来看看哥哥头顶的字母一 远观看看真帅 哥哥让姨让我坐旁边吧 再来看看战哥再写信 不要说有时间差 这是哥哥最新发的库存呢 再来看看姊妹 甜甜啊 邮寄了一封信 连起来看看 虽然相隔有时间 但是同一个地方呢 肖大勇啊 不愧是肖大勇 这颗糖盖得到了吗 我来到你曾经到过的地方 坐在你曾经坐过的旁边 我又寄一封信 你低调地回了信 来看看姊妹的高定服装 好美 姊妹发了我也要发 等等 这曙光照进了肖大勇这里 还有这张绝绝子 肖大勇还要正面看着呢 帅帅的 你是公主 我就是王子 从以往姊妹和战哥的穿搭来看 很多衣服都是相互呼应 或者是同色系列 如果站在一起 就是妥妥的情侣装 两人非常的搭配 我眼中认为 最好看的就属这一套了 姊妹穿上之后 国风感觉绝绝子 这件路腰的心中式是穿搭 在姊妹身上 显得更是温柔可人 妆容精致 整体看来更显大家闺秀 姊妹真的是瘦下来了很多呢 背面也很轻瘦 再来看看战哥在某活动中 穿的同品牌 同系列的衣服 这两套衣服是三寸圣经的衣服 名为今后风气 大家品一品 是不是让我们静心等待 两人放一块 这效果你们看 是不是绝绝子呢 再来看看这套姊妹手中拿的叶子 是不是就是战哥身上这套衣服呢 还有你穿黑我穿黑 你穿白我穿黑 站在一起就是顶流中的顶流 毕竟战哥在大型活动中 唯一只给姊妹提过裙摆 让我们再来看看连续几年的微博之夜 战哥都是站在姊妹的身边 网会上战哥最操心的就是姊妹的裙摆了 这件裙子是战哥当晚最操心的 宇宙的尽头是玄学 余生请多指教里的小剧场也只有